农村小哥剪石头 今天又是切大石头啊 一个手掌 两个手掌 也是差不多三个手掌大 然后这个石头 它也比较厚啊 这里 有一个敲口的 我们来看一下哦 里面 有点草花的表现 还有一点白棉 然后这头 也有一个大面积的开口啊 从这个开口来看 它这个肉啊很细 因为它敲出了这种贝壳状啊 它这种属于草花玛瑙的 只是这一块 它的花纹啊 它不一样粒 但是这个肉质啊 浴化度还是非常高 我们给它破开 看一下中间 它有没有漂亮的花纹 这里有一条粒 我们就照这条粒 先给它来一道 有些网友说 你切石头 怎么这么快就把它切开了 我们是有这个大切割机的啊 只是我们切割的时候 不展示这一段啊 我们直接给它拉镜头 因为那个机器切割的时候 它是盖住的 你也看不到 所以我们都是把它切开了 再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啊 我们这个大石头呢 也给它切开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来各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死的瞬间啊 哇塞 好尴尬呀 这么大个石头 但是切除这个效果的话 就不理想了 它上面有水草花的 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 就能看到了 这个地方有一点 有点像那个水草的感觉了 然后底下这里也有一点点 打灯 打灯 它透光也比较大哦 这个石头有刷眼 整个就废了 石头这个东西 不切不知道啊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的话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啊